天蝎座和金牛座在一起的适配,关键词,疯狂互动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天蝎座与金牛座结婚会怎样,如果他们把它放在过道上,他们可能会成功。 水象星座的天蝎座,像海洋中部的黑暗深处,人们无法看到底部或表面闪游动的东西,它可能让你高兴,也可能会杀了你,可能两者都有。 有,土质的金牛座,就像你脚下的泥土,它总是存在,让你停下来,水象星座可以改变土象星座,而土象星座也一样可以吸收水象星座,瞬息万变,一开始天蝎座就能轻易吸引到金牛座,但是金牛座却常常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它们,这是因为它们虽然相互迷恋但是对彼此却还不够了解。 天蝎座比较注重内在价值,而金牛座的价值取向比较偏向表面。 天蝎座有时候无法相信金牛座是如此肤起眼,却生活在一种从未真正体验过的满足感。 金牛座不敢相信天蝎座是如此偏执,但它也无法相信天蝎座,在它们身上看到了这么多。 金牛座可能否认天蝎座所看到的天蝎座可以看到某人的非常好和非常坏。 即使它们不想让天蝎座看到,但是爱地里,它喜欢天蝎座认为的所有东西。 金牛座看到一个巫师打开它的胸膛,看着它的灵魂,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 天蝎座为这段关系带来的强度可能会磨损金牛座,天蝎座的喜欢生活在发烧的地方,但金牛座的却不喜欢。 虽然天蝎座更极度两者,但它们都具有战有欲。 金牛座发现自己不得不通过放弃这种极度来解决这种极度,因为天蝎座常常会因为小细节而充满猜疑。 它们都是强壮的生物,如果它们把爱与欲望混为一谈,它们可能会自动认为它们找到了真爱。 毕竟,天蝎座非常想要金牛座,问题是金牛座有点散据时,你不能只把一个放在口袋里,然后继续前行。 金牛座也不能完全拥有天蝎座,有时候当金牛座认为天蝎座是它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因为相互存在猜忌, 立马就让之间的感情回到最开始。 天蝎座想要的是金牛座,要是置不去的喜欢它。 即使它需要玩一些心灵游戏,天蝎座与金牛座一起成长会怎样,那就会是一场永恒的追逐。 金牛座和天蝎座可以长时间在一起,这种组合是爱情运行中的一种。 如果看起来世界出现让它们分开的话,它们更有可能保持在一起。 顽固的金牛座不会做它被告知要做的事情,而且天蝎座的也想要吞噬任何经过。 如果它们必须向全世界证明它们所选择的爱人是错的,那么两个都会尽力证明这个世界是错的。 它们亲密关系的真正关键是性,如果性生活好,那么它们就会在一起。 这取决于金牛座愿意走多远,天蝎座与金牛座的性生活会怎样?就像秘密花园里面的一刹那花火。 以金牛座,黄道十二宫中最感性的标志,搭配天蝎座中最天生的性感标志。 天蝎座的希望与爱人合而为一,金牛座希望性爱能给予所有的快乐。 天蝎座的想知道并被其情人所熟知,他看到他的身体和爱人的身体之间没有界限,大多数人无法处理这种性经历。 尽管很多人都梦想过这样的经历,幸运的是金牛座,他不知道他走近了什么,他变得上瘾。 天蝎座的性别确实像药物一样,金牛座的就像蜂蜜一样,他立刻感到被崇拜和退化。 天蝎座几乎可以将金牛座讲成任何东西,即使他通常也不敢诚实。 我要详细介绍一下吗? 在他们可爱的外表下,金牛座是一个潜在的怪胎,你说他,他们想尝试他。 即使他们不希望世界知道他,他们分享的一切都是亲密的事情,因为从卧室开始的秘密世界,天蝎座想象的和金牛座创造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性别渗透到他们关系的每个部分,吃晚餐和分享一顿饭是性的,所以只是并排睡觉,或骑在车里。 只要他们按时分享某些东西,就会有一些天生的性感。 天蝎座与金牛座成为工作伙伴会怎么样?坚持太紧会导致窒息。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战有欲,金牛座想要拥有天蝎座,而天蝎座也想要拥有金牛座的灵魂。 由于他们俩很顽固,不能够给对方喘息的空间,天蝎座似乎会一直让金牛座屈服。 当他看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或者认为他需要的东西时,他会把他抓住并坚持下去。 如果那件事不是金牛座想要的东西,那么就有麻烦。 因为金牛座中的公牛不会被移动,将两个最战友和最顽固的星座放在一起,永久僵局的可能性,以及最坏的战争,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 他们都很难教导对方放手,但这种关系可能是他们学习艰难道路的方式。 毕竟,就像手中杀,你握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